很合格了,小心老公肝容易有問題 另外一半有肝的問題 差不多了 差不多了? 忽然給我的學生看看 師傅,其實楊小姐的額除了凸之外 還是有高又圓 就是屬於圓額 自己做事會很厲害,但可能婚姻有些障礙 沒錯,經常靠不到老公 明明嫁她有錢,到最後都沒用 可能遲些結婚或者異老姻緣 異老姻緣最好了 再配上,其實她的權不夠高 但是很凸,就更加證明她的婚姻可能會有些障礙 非常錯 很凸嗎?很凸 那哪有凸 對 你看她的權和我的權 別人這個是肉 我這個不能動的,是骨 別人夠肉包著 她的權在這個位置 這個位置是她的權 你不要當肉是權 你看到第二十多堂,夠肉你當是權 算不算高?我到現在都不會 她合格,不是高或低 鼻的中間在這個位置 她的權就正在這個位置 看不看嗎?是斜斜的 所以她的權是正正上強 又不是特別高又不是特別低 又不是黑膚 不用怕,不是黑膚 明白 做甚麼 還有她的左邊眉頭大墊 可能過了三十歲之後 感情就會處理得更好 但是左右邊也戴 左邊戴多一點 多一點 右邊只有一條毛 左右的眉頭也不太好 應該也有改善 希望改善甚麼 差不多了 其實相片也不太難看 首先看了耳朵 這些耳朵比較小 還有這些夾起來 先天體質不太好 很容易看 對,左耳看三十前 右耳看三十後 右耳也沒甚麼改善 首先額 額來說夠高、夠闊、夠飽滿 這個代表少年運 不是太差 眉頭和牙的距離也不太窄 所以少年時期也有零用錢 買枝來想買麵包 排隊請多很多人都有錢 不過她不會請 她喜歡靜靜地收起來 為甚麼 因為是鼻頭 這是特別孤寒鼻 喜歡收完錢 數錢更開心 眉運、眼運 真是一般 眉和眼距離比較窄 家人緣分不算特別好 眼睛又打落就沒問題了 眼原來也是咖啡色的 黃眼金睛就錄親無情 更加代表人家緣分一般 原來眼戴啡色的人 叫做幫你不幫親 幫你不幫親是甚麼意思 就算媽媽做錯 她說媽媽你錯了 你不應該這樣這樣這樣 就不會是護住自己人的 所以她眼 戴啡色有好處有壞處 算不算眼白都大紅筋 她眼白都大紅筋 算是大紅筋 少許 即是黑白分明 沒錯… 鼻樑來說 略低少許 鼻頭沒問題 兩拳沒問題 一直打落嘴都沒問題 這顆膜就弄你了 上上這顆膜 為甚麼 原來要經常請人吃東西 癡癡癡癡癡 因為她的人不喜歡請 又不想請 誰知道無可奈何又要請 請完就很肉痛 那就弄他 牙都不漂亮 因為牙來講 是敢背對背 我又說了 左邊看爸爸 右邊看媽媽 父母不太合 對,父母不合 上一代不合的人 就喊吵吵吵 他不一定離婚 現在這個年代不合 三句談不完便離婚 那是否有關於自己 你好像說 有,有說自己 都是影響自己的感情 以前父母不合 就是跟經常吵吵 現在自己的感情不合 就是容易分開 再下 嘴唇不錯 鄰角也很分明 鄰角分明 下巴兜兜 兩拳有肉 她最擔心身體 其實看眼睛就看到了 眼睛不是很漂亮 有一點浮出來 所以身體一般 但你說怕死掉 也不用怕 因為有八字在這裡 因為我們看八字 容易看到你甚麼嚴重問題 2009年你有個雙充 他容易腹部子宮 容易出現問題 不過不是有個關 你不用怕 因為你的命 原來45才正式入大運 我又說過了 原來未走過運的人 是不能死的 通常走完運的人 才能死的 所以你看到 我們普通人 你不知道人家走不走運 譬如你說演藝界很多明星 是不是很多人 突然間過身 之後走過很大的運 所以通常未走運的人 是不能死的 所以你不用怕 因為你看到你的命 沒有說子宮有嚴重的問題 沒有致命的問題 可能你處理得好之後 再打下去 翻法機會不太大 會不會廁所門對住家的房門 對呀 風水有關係 你那時候 住間屋有沒有周圍有大動土 沒有 又沒有廁所對床 沒有 又沒有廚房對廁所 沒有 即是不跟風水事 是個命 不如讓你問一下 有甚麼想知道 你最擔心身體問題 不用怕 有甚麼想法 子女 子女分神之好 大了根身 子女是相配的 因為看你的相 我們看歸來 這兩邊歸來位 雖然你的臉 算是下巴尖 但歸來位其實是飽滿的 歸來意思是 晚年子女在身邊的意思 事業呢 你事業沒問題 不過要45歲之後 為甚麼 有牌? 是呀 真的慘 因為你的眼睛挺漂亮的 但眉不太合格 眼來講 中中挺挺 鼻樑不夠高 又不是特別差 你眉眼鼻中間的位置 平平穩穩 又不是特別好 又不是特別差 但落到45歲 一直打落 到老的運就比較好 跟你的命是吻合的 因為你25至45 就行20年衰運 誰知道你的衰運是財運 原來財運沒有衰運的 好的財運 有錢洗 有錢看有錢靜 有錢看有錢 過一過手 不過捉不住 有什麼想知 還有沒有真正的恩怨? 有 不用急 多少次? 幫你問吧 如果正正常常 又不急的 就是2012、2013 正正常常嗎? 那有沒有一些不太正常? 如果不太正常 就是桃花 桃花就是今年 今年重桃花年了 因為今年你這個生肆 排第一 紅聯桃桃 今年可以出馬了 眼裡又帶點雷水 今年… 可能今年認識到2021 一天 不用拍那麼久拖 通常拍那麼久拖 那些人都沒有什麼好結果 三拔兩拔 三拔兩拔 今天有三拔兩拔很結婚 好,謝謝楊小姐 師傅,第二位嘉賓就是林小姐 林小姐幾年都沒有拍過拖 好,想問這個真姻緣 哪一時到 可能眼角高 可能是 一嬰美女 一嬰美女 不會沒有拍拖 而且林小姐正在做銀行 工作不太穩定 想年尾轉做文職 可不可以 簡直正正 正正在走衰運 是嗎? 衰運做銀行 怎麼賺錢 當然是穩穩 收入穩定 月美出糧的工作 那些人都不穩定 一定要穩定 我先看看林小姐 林小姐的耳朵 其實這裡也是折埋的 對,少年小姐比較差 兩、三歲 對的 但額也算是高飽滿 也算不錯 少年運動 有點大 還是想要慢一點 但少年運動也不太差 最差的就是肌肉 雖然你收過,我也看得很差 又不整齊又粗 微微又下碎 對 經常想起的事也沒有好結果 悲觀一點 對 鼻樑… 鼻樑合格 眼都合格 合格? 對… 一直打下去也沒有問題 即是最差的眉毛 對,最差的眉毛 即是最差的眉毛 1至34 骨和有膝骨 有膝骨也是要捱 對,要自己做 腳骨也是要捱 對 你說腳骨也要捱 是否要捱 這個很重要 這個越幼就越好 這個勉強合格 這樣也勉強 你,粗一點 要捱 對,好處就是做事能幹 剛才你說過 鼻樑合格… 鼻樑低,但拳高 沒錯 加上膝骨可能是幫膚骨 一定是 有膝骨也不用看 看一件事也行 要是幫膚骨 而且食瘡、腦瘡也是飽悶的 對,對 對,他四十多歲就還老了 所以對 對 大致上也是 沒有了 你說了 這樣收不到錢 找不到吃 他剛才看過他的牙 是背對背景 可能父母就不太合 經常罵膝 也可以 不要做… 叫他不要做職業 是嗎 懂幾句就對了 扮世外高人 接著收口 天機不可洩落 那就走吧 靜靜雞 記住 不要漏底 知道